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好 我们先来看到欧美股市的部分 这几天圣诞假期结束之后 昨天美股再度的开市 结果四大指数的部分 除了道琼小涨的37点之外 Nestate大跌了144点 费半指数标普S&P500 全数都下跌作收 并没有出现很多头股老师所说的 圣诞节过完 台股就会补量来做上涨 欧美股市就会补量来做上涨 没有又继续的跌多涨少 台北股市也在小幅度反弹 两天之后 今天指数再度开低 急杀100多点 随后低档震荡 盘中最低大跌了209点 最低杀到14119 又跌破了本波段的新低 高档从15152跌下来 已经跌幅超过千点了 那收盘指数下跌155点 收在14173的位置 指数跌就算了 重点是你看到 前阵子一堆头股老师跟大家讲 指数高档震荡不用怕啦 跟着买强势股就会大赚特赚 结果你看到 前阵子一堆头股老师在喊尽的 包括IC设计股 今天看到 智元重挫了11块半 创意盘中还杀到跌停板下去 包括了IC载板的股票 像这南电又继续下跌了 包括了新兴也继续下杀 除了电子股 IC设计IP元件 还有包括像光通讯的股票 中达KY 今天也中错了4块4下来 有没有 然后又看到了 包括这地方 这个生计股的部分好了 前几天一堆头股老师 是不是也在喊尽 今天看到生计股也是杀生龙龙 中化大跌2块钱 中化生重挫了3块6 包括了安控的一个股票 看到3454的一个精锐 今天也大跌了16块下来 几乎前阵子一堆头股老师 罕进的股票 今天全数重挫破底 投资朋友 是不是这种行情当中 你又看到前两天 台股有个小反弹 又想要跟他重压一把 来做流仓的结果 现在又是怎样 满手套牢 受伤惨重了呢 那到底这个大盘 接下来会跌到哪里去 尤其今天 我们政府公布了 11月份的景气灯号 亮出了代表低迷的 景气低迷的蓝灯 是不是代表这个股市 又要开始一路跌个不停了 好 在谈大盘后市之前 谢永隆老师 今天还是按照惯例 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我们给会员朋友 快打当冲作战 操作建立的标的 今天我们锁定的一个重点 标的股 在3479的这一档 工业电脑的安晴 这两天有利多健报 说他的新产品 现在开花结果了 明年营运就要开始这地方 大幅度起飞冲高上去 而昨天的股价在礼拜二 还大涨锁住了涨停板 我看起来气势如虹 这两天你一定又听到 电视上很多头顾老师 在喊进这档工业电脑 3479的安晴了 对不对 而但是昨天的涨停板 也发现买盘疑似 来自于我们所说的 短线隔日冲大户 重点是当今天早盘开高震荡 一度又出量拉高 这地方看似大单在敲进的时候 吸引了散户进场去追高 做抢劲的动作 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一个安晴 有没有 我们把后面遮起来 看到早盘股价这样开高震荡 一度又往上出量拉高冲上去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做股票 就是喜欢看到这样 昨天涨停了 今天又出量大单敲进在拉了 有没有机会再拉一根 就跳进去追高了 对不对 但他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诱多的动作 重点是诱玩多 又发现现龙老师所说的 大呼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之下 因此这档个股3479的安晴 别人在追高买进 我们建议会员票反市场操作 指的就是我们采取短空 采取先卖后买的策略 那不过今天这档股票比较可惜 你看9点34分的时候 当时股价在87块 我们建议会员票 短空3479的安晴 技术面转弱之下 我们定价87到87.4之间 要来做卖出 停损定下来 目标则放在83元的价位 勤务以市价最高杀低 结果今天指令一call出来 同时马上就是一波的一个急杀翻黑 后来目标真的83块达正了 只是因为我们发call信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其实在87 但是一call出来马上就是急杀翻黑 换句话说会员朋友收到指令 还来不及下单 就已经杀下去了 这样的状况 当然卖单没有办法来做成交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跟会员朋友说 那卖单没有成交 我们就先取消掉 否则如果万一再拉高上去 你说有没有机会再成交 那也未必是好事 因为都已经出量下刹 还会再拉上来 那个反而不大对 所以这种状况挂着也没有意义 我们就会把卖单给取消 那这个时候今天很可惜 就是安晴的股价完全如预期的 87块以上反手下刹 目标83块有达正 但是我们没有赚到钱 就把这卖单取消了 这一点我们也跟大家诚实的报告 当然你可能会很多头顾老师会说 县荣老师啊 你那么老实干嘛咧 你有call出去就可以在电视上表演 就可以电视上讲啦 哇今天call的股票又大跌了 怎么样的啊 对不对 我知道啦 电视上的确有很多头顾老师 每天都在吹嘘自己 天天大获全胜 甚至天天有股票涨停 但是县荣老师我说过 我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在这市场上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有专业 这个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心的操盘团队 所以当电视上 你看到很多头顾老师 每天都在吹嘘自己有股票涨停 但是我相信你加入都会发现 有些老师是常常怎样 股价都快涨停了 才发一个call信 叫你逢低去买进挂滴滴的 结果会员买得到吗 根本买不到嘛 然后在电视上就来吹嘘 你看喊进的股票 恭喜涨停版 这样的头顾老师 天天都有股票在那里涨停 好像很厉害 每天喊了什么都会涨停一样 其实都是快涨停了 才叫人家逢低买进 会员根本买不到 俗称的空气摊 这样的头顾老师 能够真的帮你赚钱吗 你会发现到最后都是假的 那县荣老师再三强调 虽然我不可能保证大家天天赚钱 但是县荣老师真的就是这样坚持 这么多年来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由赚钱没赚钱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只求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当缘分到的时候来找我们一起征服 五股海共创双赢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今天3479的安晴 如果预期的技术面转弱 定价87元到87.4先做卖出 只是Cortion一发出马上就急杀翻黑 那卖单来不及成交 我们就会把它取消掉 但是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今天大盘下杀 大盘再度拉回 但是这种盘式证明了我们方法正确 就不愁没有赚钱机会啊 对不对 今天的安晴就插上一下步 哇我们又可以赚一趟大的 那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但是当方法正确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能够赚钱机会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当冲 不是每天盲目在那里大涨追高 大涨追高 而是每天按照专业的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决定好 供给盘我们做多 但是碰到整理盘 我们做短空先卖后买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果断出手 而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那最近我们也跟他讲 当大盘整理 可以利用我们所教大家的 破解短线隔日冲大户的操盘手法之后 找到大户 隔日冲大户 前天锁涨停 隔天再拉高出货的股票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先做卖出 你会发现 这样自然就有赚钱机会 那今天的安晴 Cortion一发出马上急杀 来不及卖 来不及赚 没关系 对不对 当这地方你看到 像上个礼拜 我们操作M31 有没有 同样是利托健报 同样是隔日冲大户 前一天锁涨停 隔天拉高散户抢进 大户再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建议短空先卖 那一天股价 有没有 一早这地方 9点33分发出指令 短空M31 定价577到579之间 先做卖出 9点33分发出指令 收到指令去挂单 对不对 挂在577到579 后来最高9点36分 来到582 卖单是不是全部都能成交了 卖在平均578 然后下沙反黑 我们通知大家 找盘578先卖 563以下买回 15块价差 两张就可以加薪3万了 你看这就全部都能够赚得到啦 UP值M31 包括了12月16号操作合成 有没有 同样是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又继续拉高 散户在抢劲的时候 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被我们发现 我们短空先卖后买 那一天这地方 有没有 当时建议会员配合 9点07分就发出指令 短空1810的合成 定价23.1到23.2 直接卖出 9点07分发出 挂单之后 刚好一波吉拉 9点11分 最高来到23.35 23.1到23.3 是不是全部都能成交 平均卖在23.2 接下来呢 又是一波的下沙翻黑 我们通知大家 22.5以下买回 目标21.9也都有达正 0.7元价差 总低价股 100万做个50张 一天又可以加薪个3万5 这也全部扎扎实实 能够赚进口袋啊 对不对 甚至像东哥游艇 同样隔日冲大货锁完涨停 隔天继续拉高 散户在抢进的时候 大户在出货了 转弱熏号被我们发现了 一早建立货源配合 9点36分 297 299之间 这地方先来 这个297 298之间 先来做卖出 那9点36分发出指令 9点39分 股价最高来到多少 就是298 卖完之后 平均卖在297.5 打下来287.5买回 10块价差 百万额度做个4张 一天就可以加薪个4万 赚进口袋 这也是扎扎实实 都能够赚进口袋的 所以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这种盘 只要你方法正确 不愁没有赚钱机会啊 对不对 成功知道就是这样 找到正确方法 把复杂式变简单 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变得更好 我们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 那如果说投资炮 认同我们这样操作的一个方式 甚至你也想学 现龙老师是怎么破解 隔日冲大户的操盘手法 重点是发现大户 隔天在出货转弱的讯号 这个地方想学的 这个地方都欢迎大家 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 甚至也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看到这个月目前为止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操作了多少趟 有赚当然一定有赔 但是在盈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单月累积报酬率超过了11% 百万额度操作下来 帮自己加薪各十百千万十万 月入十万以上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即使这个月大盘又跌了1000点 一样能够有机会稳扎稳打 帮自己来创造获利 帮自己多加一份薪水 如果说投资炮 也想利用这样的方式 稳扎稳打 用正确方法复制下去 来掌握赚钱机会的 都欢迎大家 接下来的行情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式 其实大盘指数 这个月你看到 又这地方急速下杀了 将近快千点的幅度 15152的高点 跌到今天最低14119 是不是又跌了1000点下来 这个部分 我相信有看县荣老师节目 都不会太过于意外 因为这个月初 指数当时反弹了2500点了 很多人这地方都想要买股票了 可是县荣老师却帮大家踩刹车 有没有在这个月初就提醒大家 这时候 指数冲到15152高点之后 融资开始连续增加 指数却涨不动了 台币也在这个地方开始回扁了 加上白战指标 指数过了前高 白战指标 未过前高就交叉向下 这都告诉我们指标 这个指数反弹了2500点 已经接近尾声 短线要开始拉回了 12月9号也再强调一次 指数反弹2500点 接近尾声 短线要开始拉回了 当时我在提醒大家 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有很多投顾老师 跟县荣老师说 县荣啊 你这样怎么做生意呢 行情在今年 好不容易反弹了2000多点了 好不容易投资人散户 想要这地方 有点想要买股票的意愿了 你却叫大家不要再追了 你却跟大家讲要拉回了 那人家怎么可能会加入 那你怎么做生意啊 当然我知道 很多投顾老师 为什么永远就是只叫大家 买买买买个不停 跌也叫你拉回找买点 涨了半天高档了 也还是叫你继续追 就是为了要多做一点生意 对不对 叫你赶快加入会员 可是这种事情 我只能说 县荣老师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立下一个标杆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用心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不会为了说多做一点生意 拼命的行情 明明已经有高档的风险 还叫你去追追追 买买买买不停 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们操作的第一要务 要帮助会员朋友 低档有机会 我们全力把握 高档要懂得居高思维 我们也会跟大家讲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月指数冲高上去 我们也帮大家踩刹车 包括之前我们看好的这个新生意 在这个38元以下买进 58元以上也通知大家卖出 对不对 台达电那时候242以下来做买进 涨上去302以上 我们也通知大家开始减码调节 等待下一次机会 所以这就是县荣老师在带会员朋友操作 保护会员朋友永远是我们第一要务 帮助会员朋友要将获利放进口袋 我们永远会达到这样的使命格责任 来做目标 那当然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的看法在这个之前就提醒过大家 那未来台北股市 就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当然空头虽然这地方 似乎也已经接近尾声 9月份10月份大盘的下差破底 融资又减了300亿之后 外资11月大买了1867亿 创下16年的新高 所以技术面上来看 筹码已经从散户逃命 大户进场之下 空头接近尾声 但是这个行情会不会将立即反转 我也说过很难 因为多头要来临会有两大要素 一个要有景气 二个要有资金 但是现在通通都没有 那基本面多头还没有来临的条件 那这根今天政府公布出来 最新的11月份景气对策灯号 分数掉到上下12分 创下近13年的新低 景气灯号亮出蓝灯 代表着什么 景气已经开始走入低迷了 那这代表什么意义 我跟大家讲有好有坏 为什么说有好有坏 第一个当景气堆号亮出蓝 低迷的蓝灯的时候 其实这也代表着 就长线来看 记得一件事 景气大好的时候 其实股市都已经是在相对的高档 有没有 你看景气灯号蓝灯 那这个红灯的时候 反而股市都已经差不多 涨了差不多了 那反而在景气最低迷的时刻 过去你看到几次景气 亮出蓝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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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都是在相对的低档 好 所以其实这代表说 就长线长线来看 股市已经到了相对的低档 好 那你说 那不就现在要开始大麦股票 all in下去吗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有好有坏 好的是长线来看 好像已经到了相对低档 但是也注意到 景气蓝灯出现 它不会说 景气马上就V型反转 触底开始上去 不会有那种V型反转复苏 你看到这里亮出蓝灯 是在2000年 网路泡沫的时候 连续15个蓝灯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时候 9个蓝灯 连续9个月蓝灯 2011年 那时候是欧债的时候 欧债危机的时候 连续10个月的蓝灯 2015年的时候 是油价的一个崩跌 连续10个月的蓝灯 现在才刚亮出蓝灯而已 所以你会看到过去只要景气灯号出现蓝灯 那个低迷的时间 短的话9个月 长的话甚至长达15个月 而在这段期间你会发现股市 它也不会马上就上去 对不对 也是会经过来回震荡主底 甚至再破底下去都有可能 像2000年的时候亮出蓝灯 指数1万跌到6000了 6000还会跌到三字头 对不对 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指数从9800跌到10年线 5、6000了 5、6000也会跌到三字头 对不对 所以这段期间股市 仍然会有可能会怎样 反复的来回震荡主底 甚至破底都有可能 你看6000多跌到3000多 5000多跌到3000多 这也是很可怕的 而且指数即使未来你说 没关系我可以忍得住 让它等它创新高上去 你要记得很多股票 高点都不会再来 你去想一想 2000年全球网路高 这个泡沫的时候 破灭的时候 如果你在当时买了一堆网路股 什么中环来得CDR的股票 精业 后来指数创新高 你有解套吗 没有 两个三百跌到剩下两三块 对不对 9859的时候 那时候全球金融风暴泡沫破灭 后来股市在创新高的时候 如果你在9859 买了一堆当时最红的太阳狼 茂迪拉逸通 股价有解套吗 没有900多剩下个位数鸡蛋水饺 甚至一通从1000多剩下币值 对不对 9220的时候 那时候宏达电涨到1300 市场上多少人说宏达电 这地方基本面最好 结果后来股市跌下来又装新高 宏达电有重回到1300吗 没有 剩下几十块而已 所以你看就算未来股市再创新高 指数再创新高 很多股票高点都不会再来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之前跟他讲过 大盘未来会有一段时间 反复来回震荡主体 时间快的话一个月 但是慢的话可能长达9个月 目前以这个经济面的条件来看 这个可能性可能会最高 所以兔年的股市我也说过 可能会反复蹲蹲蹲跳跳 等这地方9个月之后 正式的繁多 那你说这种状况还有赚钱机会吗 所以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跟他说 最好的操作策略 操作当然这里 我说过不用过度悲观 但人要步步为营 那想要稳扎稳打掌握赚钱机会 最好的赚钱方法 当然就是跟着我们采取快打当冲作战 每天我们按照专列的首批 好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果断出手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今天3479的案情 又被我们逮到隔日冲大户在反手出货 只可惜Cortion一发出刚好有一波急杀 今天没有赚到没关系 但是证明方法正确就有赚钱机会 等到像M31这个扎扎实实卖在578563买回 15块价差 两张一天就可以赚3万回来了 合成那天23.2卖出 22.5以下买回 扎扎实实50张3万5可以入袋的 东哥游艇297.5卖出287.5买回 扎扎实实10块钱价差 4张加薪4万 你看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说投资的话 认同我们这样操作方式 也想再利用接下来的行情 即使大盘反复震荡 仍然能够稳扎稳打 想要赚钱机会的 都欢迎大家 广告休息时间就来找我们 现在加入还有机会学到 信隆老师亲自传授的 操盘及技术分析以及实战教学 详细内容 广告时间就来跟我们联络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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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第2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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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2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帮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现隆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有其他特别感谢的是 我们有些老会员朋友 会期虽然还没到 但是都利用最近的机会 好好的这地方想要提前续约 跟着现隆老师 在未来的一年 继续在股市当中 掌握赚钱机会 那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要这个地方提前 这地方跟着现隆老师来续约 最重要就是因为看了这么多年 只有现隆老师 每天电视上所讲的 跟实际操作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没有虚伪造假 这份诚信 当然就值得长期来跟着 所以我们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继续提供大家 这个地方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诚信服务 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能保证你天天赚 但是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当冲股当天进当天除 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 所有会员做的当冲股 都是相投股票 最终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推出股市 认同我们这样理念的 更认同现隆老师这样 每天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